再过不到24小时就要进行公投投票了 蓝绿阵营在礼拜五晚上也各自举办选前之夜 民进党方面 总统蔡英文跟行政运长苏贞昌南北赶场 在台北厂的部分选到凯道举行 并且就在500公尺外的自由广场 国民党大咖们则是齐聚之夜宿蓝绿大拼场 民众党也不落人口在立法院旁边集结 总统蔡英文也推出了最新影片继续催票 明天12月18号请你一定要站出来 公投日前最后关头 总统蔡英文再推出最新催票影片 今天晚上我会在高雄孟斯带台北凯道 进行两场最后的公投说明会 欢迎大家到现场参加 我会再向你说明一次四个公投的重要性 号召台湾队站出来让台湾走出去 总统特别预告周五晚上在高雄和台北 都将举办公投选前之夜 蔡总统和苏院长南北赶场最终在凯道大集结 民进党在凯道举办选前之夜号召台湾队站出来 然而过个马路 国民党即将在自由广场集结 蓝绿对决态势明显 一早国民党已经在暖场 从自由广场出发扫街宣传 排楼前摆满红色座椅 公投决战前夕 当主席朱立伦 前总统马英九都要睡在这儿 进行民主守夜 到现在为止的情势都非常的紧绷 所以我们还会再增加更大的力道 希望能够有好的成绩 现在普遍看起来是合适 但是可能大家都误会了 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何能的世界 蓝绿全员出动比气室都有输不得的压力 民众党也没缺席 17号傍晚起在立法院旁办公投之夜 无论是四个都同意 四个不同意还是良好良坏 都把握最后黄金24小时加紧催票 继续的林晨杰 萧日生特别报道 四大公投在明天就要投票了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 今天却在报纸头版刊登了半版广告 上面是用新北市长侯友宜曾经说过 没有和安就没有和色的说法 再搭配上公投第17案 重启核四 要大家选择不同意 侯友宜今天早上接受访问时 这则广告是移花接木混淆试听 说公投有必要完成这样子吗 实在是不可取 前则东马英九也帮忙缓夹 表示侯友宜不反和 平民媒体头版半版广告 以三分之二篇幅 刊登新北市长侯友宜曾说过的这段话 如果没有办法去处理核安 没有能力处理核汇料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谈核电 在首席不过的语句 但仔细看下方小字写了公投17案不同意 绿色和平组织特别在投票前一天 用组织内部新北市民 料育日的名义刊登广告 乍看之下还以为侯市长对公投表态 这让侯友宜气炸了 侯友宜罕见动怒 向来和国民党公投保持距离 却在最后一刻 遭返核四阵营拿来做文章 他也引用一个新北市长的说话 这样广告的设计 其实看起来蛮清楚 也有括号放在上面 我们上司应该是说得蛮清楚 那个我觉得是误会了 那个侯市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反核 他只是说要做好核废料的处理 跟要做到安全 这个也是我们的理想嘛 前总统马英九也帮忙还家 毕竟投票前一夜 国民党中央在自由广场的夜宿活动 侯友宜已表态不参加 与国民党间的距离 朝着对手宣传新手法 但不参加不代表不投票 侯友宜脸书上午发催票贴文 要催出投票率 不满政党的公投意见 这男子两度撕毁宣传海报 台南一名王姓男子 在日前撕毁了 激进党公投的宣传海报 而就在警方要调查时 他有十岁之位 十五号再度跑回同一个地点 就在宣传海报上 写下了又再骗等字样 事后落网时 他说只是要单纯对公投 表达不满的情绪 大半夜的男子正在公投宣传海报前 手拿麦克笔在海报上写字 原来他不满激进党公投意见 这才写下情绪字眼 大大海报左下角 男子写下又再骗 表达对公投不满情绪 但破坏海报 警方也依法追查 警方在公园内找到嫌犯 所以又将人依法逮回 而其实这名男子犯案 早不是第一次 原来台南这名王姓男子 日前曾跑到激进党支持者店家外 扯毁议员参选人的公投宣传海报 并张贴投票同意字样 就在警方追查之际 这名男子十五号又回到同一地点 并在宣传海报上写字损毁 对于公投呢 如果有任何不满的情绪 应该使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 而不是用破坏别人宣传品的方式 也违反了民主的意义 对于公投 激进党希望民众能保持理性 而警方也再次呼吁 对于任何违法违续行为 我们都将严正迅速执法 以维护公平的选举机制 男子洛王后表示 他没针对特定人士 只是单纯发泄 但现在依旧得替自己脱续行为 不起责任 借我黄不吉一谈报道 监守岗位落实防疫工作 没有想到却被暴力对待 而且还是自家人打自家人 台铁一名理性战务员 在今年初才因为阻挡一队 逃票的夫妻 被对方暴力对待 没有想到上个月23号 他要求两名准备要进站的 台铁员工要扫石联制 对方不肯配合 双方爆发激烈口角 理性战务员当时还被推去撞墙 警方到现场劝说 理性战务员在事后 也提出了伤害构诉 而目前双方也在和解当中 晚间十点多台铁苗栗站的闸门口 一名身穿橘色上衣的男子 和两名男子发生激烈 抠脚冲突 三个人拉拉扯扯 一路从闸口吵到站内 一旁有人见状也急忙上前劝阻 原来身穿橘色上衣的是台铁的理性战务员 另外两名男子也是台铁的员工 战务员好心提醒 要记得扫防疫十连制QR Code 但两名男子不肯配合 双方爆发扣角冲突 理性战务员甚至还被推去撞墙 台铁表示这名理性战务员 工作相当的认真 但是也不是第一次遭到暴力对待 今年初理性战务员 才因为阻挡一对逃票的夫妻 惨遭对方掐住脖子 坚守岗位却屡屡换来暴力相待 尤其这次动手的还是自家人 理性战务员不满 对两名台铁员工提出伤害告诉 目前双方还在和解当中 姐掌心姐美丽报道